《记荷包雨》 作者 蓝鼎元 水为湖 舟可二十里 水口舟主 昂然可荣小成锅 居民不知几何家 深爱之 问何所 渔夫曰 荷包雨 大潭野 淋雨时 鹿子草大坑棱 坑浦之水 住大潭中 流出猪小皮 溢于土地供港会 大汉不和 捕鱼者日败于人 舟中村落 即名荷包雨桩 石斜阳向山 驱车即走 为侠戏为缆胜 燃心烟树之矣 水沙连 潭中浮雨 雨丝仿佛 西比在万山中 为藩楚所私有 不得与百姓同之 为若私之原田五五 听民往来更凿 节鲁七舍于其间 而息息相乐也 于生平有山水痞 每当茂林剑谷 齐风怪时 清晰广湖 则徘徊不忍去 凯然有家烟之响 而无相山谷幽深 重栏蝶杖 鲁七舍于天下 所不足者 何湖尔 是以鱼之药水 更甚于药山 而过杭州 则越西湖 过惠州 又越西湖 入台以来则越水沙连 杭州繁华之地 惠州亦无矿土 水沙连又在翻土 皆不得岁无节鲁之愿 如荷包与其树乎 见村落于雨中 四面皆水 环水皆田 乙州古树之印 集在西黄椅上 钓鱼狩猎无所不可 西市竹竹于风尘 牢壤兼债 所恨千里重阳 辟灾海外 不得尝观光上国 孔子孙 妙见寡闻 如夜郎之淡之自大 史则可优也 古迹之以智不忘焉 孔子孔子孔子孔 吟